《教育》 什麼是好的教育 什麼樣的人才算是受過教育的人 什麼是對的 生前何必九歲 死後智慧常綿 只要學不死就往死裡學 有的甚至出現比較嚴重的自殺現象 把人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是非常難的 考試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是教育不應該是為了考試 你放棄你自己的觀點 照我的來 永不得錯誤的教學文化 導致學生們失去這種求知探索的勇氣 至少從學生的求知欲好奇心 探索精神 對真理的這種熱誠 從這些方面來講 我們不能說中國的教育 能做得很好 學生首先是一個人 然後才是學習者 我想一種行為 如果稱之上是教育行為的話 它一定是對學生內在力量的一種喚醒 教育哲學的核心問題 是思考教育與人生的關係問題 很多的家長 很多的老師 剝奪了孩子們的很多自由 看不到自由的價值 自由的核心的含義是理性制度 自由的精神需要教育 來培育 知識與人生有什麼關係 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 沒有知識 人生會怎麼樣 什麼東西構成學生 進入高一級階段 學習的基礎 什麼東西才構成學生 終身發展的基礎 什麼東西才會構成學生 終身幸福的基礎 我們未來的路還很長 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